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刚才我们资金长描述整个宝来 莫拉克八八风灾 心理上没有准备 没想到灾是这么大的一个情况 可以听他刚才描述 几乎就是一个比电影还刺激的 恐怖的一个 六个地区完全变成孤岛 孤岛与孤岛之间完全没办法联系 桥也断掉 粮食 各种问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后来也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当这个河流上中下游也都没有 都隶属于不同的人在管 那我们是不是继续聊一下 但是你灾难发生后 其实你刚才已经讲到灾难结束了是不是 还没有 还没有 可以继续讲 对 当时在灾难的时候 我们各个 我们刚刚有提到自主的 自主救助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自己救自己 所以我们我算还年轻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责任 当时的想法就是 毛起进来有责任去把所有的老弱妇孺 看是不是可以安置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可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 就像晚上站一个晚上 我们没有地方去 我们还跑向土石流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那个居留的旁边是土石流 它本来是一条小河流 结果土石流就非常大的吐石下来 那我们没地方跑 我们要跑到上面的自高点去 一定要那边有路 我就一定要往那边去 那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力量跟勇气 摸着黑 还有坐轮椅的阿嬷 我们大家就扛着赶快跑 跑上去 站一个晚上 就是玩土石流的方向 对 因为要经过土石流的方向 才能到那个平台上面去 比较安全 那当时那个晚上就只能站着 站一个晚上 或者搬石头给老人家 老天也又不怜悯我们 看到那个满天星星 大家好高兴 哦 幸好有星星耶 也不会说被雨淋 结果老人家说了一句话 我妈妈说 古时候的人说 天上满天山 他说的一个鲤鱼就对了 满天山了 等下就会下雨了 我跟狗兄弟 背不多久爬就大雨 大家就 这些老人家也在那边淋雨 那我们当时有几个年轻人 就找了一个帆布来 来盖这个 就是来让我们遮雨 那我们当时就是晚上也没睡 就紧盯着那个老龙溪 那对面是苏罗婆 因为这边 这边的土石流 整个冲下去老龙溪 之后变成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老龙溪在这边 那这边有土石流冲下来 他把河水整个 往山这边推过去 苏罗婆的路全断了 那那边有一个饭店 他家前面的路灯 就在那边摇摇晃晃 我们就在那边看 那一只如果掉下来了 那家饭店不见了 一个晚上就在那边恐慌经过 这样子 那我们整个当时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 那在后来灾难过后之后 我们谈到说 像刚刚老师您谈的 就是我们重建的状况 那我以 以我们刚刚讲说 重建的状况以政府的建设 这个角度来看 优先于他们进来抢通路之后 我们当时的 因为我们宝莱自己有机具 那这个机具当时 就是说也有帮忙协助抢通 我们一直打到接近贾先 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军队打进来 开路开 是你们从里面往外 是我们把一大段路打通了之后 他们才接驳进来 那当时我们也想 我们要想办法赶快打通出去 这样才能有希望 对啊 才能求援 外界资源才能进来 那所以说在当时 验射武报了 我们是紧急有联系到 就是村民全部撤离 做直升机到73吧 那但是有留守的 大概就像那个311 那个大海啸一样 他不是有一些 勇士们也留下来留守吗 那我们当时也有留了一些 人在里面 就是这也是跟我们当时 我们自己村庄里面的自主 救援系统的一个机制 那打出去之后就是 跟政府慢慢资源进来了 那政府以他进来之后的一个建设 他是以公共安全 公共 公权为优先 宣求安全 比如说路的通行 比如说就是检疫便道 或者桥梁 那个便桥都用那个寒管 寒管他都好几万 他用寒管 一个管一个完 他就好几万 然后先铺品 那铺品之后就先让车辆可以通过 那就是协助救灾 包括国军他们进来 或者物资进来这样子 那他们以公共安全来讲的话 就是紧急抢修的部分是优先 后续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设计 发包 评估 然后再做永久工程的这个部分 那在当时的话 就是先顾及居民的安全跟生活的便利 那刚刚有提到说 很多的小河流 他都是土石流下来了 小溪变大河 我常讲说我家后面有土石流 前面有大河 所以说都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输菌 那输菌要怎么输呢 曾经讲一个笑话 就是我们在办公室 我们是宝莱重建协会 那其实我们宝莱重建协会 是因为灾后才成立的 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宝莱有社区发展协会 有六规观光学员协会 那还有一些业者 我们宝莱重建协会当时是紧急 大家都锚起进来 不管你是什么会了 包括居民 包括救难队的 有能力的 大家把它集合起来 因应所谓灾后的相关事物 也会有很多单位需要一个窗口 来因应我们所谓重建的事物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集合起来 做所谓的立案重建协会 那他们常常会借办公室嘛 或者是来找我们 就是开说明会或者是会刊嘛 他们要有窗口嘛 他们才知道说 要我们带或者当地的人带 才知道当地的一些需要什么东西 到底哪里坏了 哪里需要做嘛 曾经有一个 我们那边有一个 那个就是溪流要输菌嘛 那就有林务局的 有河川局的 有水保局的 说要借办公室来开花啦 还有公路局的 然后呢 公路局 没有啦 13个单位 因为还没设计到公路局 水保局啦 不是河川局 河川局 林务局 水保局 那我们常讲说最上面那一段呢 山上最山上的地方是叫做林务局的嘛 管那个 他管的嘛 然后中段是水保局管的嘛 他管水啦 中段的水土保持 然后下面那一段是属于 就是接近那个 老龙溪的这个河川的这个叫河川局管的嘛 河川局 对河川局 那三个单位在我们办公室炒啰 炒什么 他说叫我们先出去一下 他们在炒什么 你林务局的手跟土流来 我们水保局不就要你扶植 水保局说 水保局说你林务局的流来 现在河川局说 水保局流来 你林务局流来 水保局水保局又流来 河川局就要叫我扶植 那到底是什么人要扶 什么人要扶 我们在那边听到无事 我说 这个东西不断的在发生 不是只有这个 这是当笑话谈 就是每一次灾难都一样 每一次的灾难 或者是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的政府单位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沟通或者协力 否则你叫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市井小民 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样子的事情 有点想象的也会比较 对不对 那包括包括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我们应该是说这样谈 我们六规本身它就是跟桃园区是临近的 六规区跟桃园区 那这个土地上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临班地 国有参与局的地 像我们宝来大部分都是国有参与局的地 那也有原住民保留地 那就以我我住的那个地方是最接近 跟大埔那个区域是最接近桃园的地 桃园区在这个地方 可是它就差了一个 因为从这个山坡下来刚好 他们另外一个居落叫做建山部落 是桃园区 它是原住民部落 它就跟我们临近 那就很好玩了 我们逃难上去那个山坡上面 平台是原住民保留地 可是下面公路下面我们是六规管的 行政区是六规 我们是六规的下面 结果土石来了 水淹来了 那个界限已经破坏了 不是 原住民保留地的土跟土石来带我们六规 那我六规的行政区 我找六规区公司 拜托 我现在这边需要亲疏 需要帮忙 怪手来帮我的忙 这样紧急抢修 他说没办法呢 那是原住民保留地 这样你要去找桃园区公所 那桃园区公所 他本身自己的土地范围 这么大灾难这么的多 他根本也没办法顾及到我们这边来 那你又要叫我六规乡的乡民 去找桃园区公所的这些人员 那如果说他是老人家 他是不知道门路 他不知道怎么去办的 那他要求助于谁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不是只有区公所的问题而已 要做随土保持 包括要做一些保险互坡 我们曾经因为保来也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子地的问题 我们行文或者是我们陈勤 回来的答案都是 那是原住民保留地 他管不到 这样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到家来三十年的青菜 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所以土地的问题对我们来讲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政府公共部门的整个资源的连结 公路局也一样 公路局他管公路的地方 水来了 土石流来了 把它弄坏了 他就修前后可能几十公尺 那你说往上面上去要再轻一点 不行那不是我的管辖 那个是随土保持局的 那现在台风已经要来 水来了 紧急要验到 那个会影响到民宅了 赶快抢烧 没办法那不是我们的管 那要叫他来 等到我去找到 我啦 假设我是百姓 我去找到这些单位来抢烧 我们一定流埋 再次的灾难又来了 或者再次的破坏又来了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也是非常的无奈 那也不能说我们这些政府 或者公共部门的人不够认真 其实每个人都很认真 我只是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该怎么解决 那也不是我们能解决 我常常在想说 我这样问来问去 我都还懂那么一点点 可以去找人问 知道个来龙去脉 那大部分的民众呢 他该怎么办 就只能无奈 再无奈 然后就认命 就这样吗 我觉得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那所以说 这种事情实在是在整个 目前就是我们后续 就是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三年了 有些工程都已经陆续完成了 该通车的 该通桥的 也几乎都好了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的变道变桥 几乎都是已经没有了 都通车了 那一直这一次到6月10号 不是有梅雨很大吗 那个直升机又撤离桃园区的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工程 还是变桥变道 太立台风是没有什么灾害 最主要是那个梅雨 6月10号的那个梅雨 雨量太大 它真的雨量太大 那变桥变道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承载 所以它才会坏 才会紧急有直升机的问题 直升机撤人的问题 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你要讲说三年的 很多的工程是一而再而三的做 然后做好了又被破坏 我们那里也是啊 边坡做好了 那可能因为设计的关系 或者是施工的问题 还是听说八啊 那个雨下太多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啦 这专业的东西我也不了解 但是钱一而再而三的一直花 我不能说政府不够用心 他们很用心一直在做 但是做的效率跟他的这个成效 到底我们要给他打几分 这个精神跟辛苦 我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做法 还是需要检讨的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做下去 那来个雨 它又破了一个洞 破了一个洞 破了一个洞 我可能要丢更多的销剥块 丢更多的什么东西去补墙 那不补又会危害到居民的安全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两难的 那我在想说 是不是未来的一个公共工程的部分 在做永久性的这个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这些专家 专家们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只是说觉得很浪费 而且时间这么久了 你会一直觉得说 我们也不希望一直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就是 一直需要救援 对啊 然后我们又不是我们的问题 又一直被骂说 你看你们自己都不会浪费资源 我们也很倒霉 对不对 大概是以目前这样的状况 所以说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观光的部分也还是会受到影响 你你说 公安科学比较还是 对他信心的问题 我现在一直强调说 路通了啊 桥通了啊 可是电视媒体一直爆 像这次610一直爆 爆那个灾难 还有一些人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拿那个三年前的灾难的影片去播 播到外面的亲朋好友一直说 打电话 你那到底是怎么啦 快点啦 快出来啦 我说我们没怎么 去看这个新闻报道才知道说 哇怎么被爆得这么严重 其实不尽然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整体来讲 台湾现在面临的几个很大的问题 每次面对灾难 或者一些事务的时候 公务机关会失去能力 就是你刚才讲 大家非常卖力 好像每个公务员都很卖力 在原地打转 是因为他整个结构 公务员的结构 还有那观念 他会守住他自己的责任 跟要负责任的部分 他不会去想那个事情的本质 所以台湾未来的那个 公务机关的公务员的那个 那个思考方式 还有结构 真的是一个会阻碍 整个台湾进步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要改变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媒体 台湾的媒体其实很重 整个电视新闻就像是戏剧一样 整个电视新闻像爆戏剧一样 然后一直夸张 然后表演 那个演变是因为恶性竞争的结果 媒体不但没有办法 扮演一种很准确的报道 那个每个事情的真相 他反而会去夸张真相 而且甚至于他不是真相 他在自己编造或者渲染一种恐怖 让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谈这个问题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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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